李勇之近期推出新专辑 日前登上了几口的节目 分享自己的创作故事 他在歌曲《陌生的大叔》中写道 我不怪你 你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吧 我不怪你 所以你也不要怪我 你对我来说就只是陌生的大叔 I don't blame you Yes I don't blame you Then you don't have to blame me 那一件当心都不错 没人呢那这事 李勇之坦言这首歌是自己的故事 他自小跟妈妈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爸爸则离家出走很久了 因此现在几乎没有爸爸的记忆 形容爸爸对他来说就像是陌生的大叔 他在2011年爷爷的葬礼上 最后一次见到了爸爸 当时一名陌生男子现身 他才被告知那就是爸爸 对方买来了素食 他也天真的询问爸爸 可不可以再买多一点给自己 当时爸爸笑着答应了 但自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不知道爸爸的去向 歌曲公开后 粉丝们对于他的过去感到很心疼 因为他这么成熟是有原因的 让人听了好难过 不过前阵子李勇之登上罗PD的直播时表示 虽然在担心家庭长大 但自己完全不介怀 他希望透过这首歌传达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家庭 因此不需要觉得 某些家庭环境很奇怪 真能量满满的样子 让粉丝们感动直呼 永之真的是宝藏女孩呀